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后来我再大一点 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看到三四遍的时候 实际是有点自我强迫的意思 就是我要多看两遍 对吗 但是《水浒传》是我小时候 好像就是上瘾 没过那么半年 哎呀 又没看 又拿 我记得我看的就是那种 是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忘了一个墨绿色的皮 《水浒全传》上中下 墨绿色的皮 我就看的那个版本 看十几遍 小时候看怎么那么爱看 那你小时候看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看他的序啊 施奈安那个 印象不深了 人民文学出版的时候的序 是李希凡写的 是吗 但没有原来施奈安的那篇 李希凡是那个 造反起家的一个学者 就是毛主席 因为他不是 那个我认为是中国历来啊 除了史记之外啊 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牛的一个书序之一 记不记得同一句就是叫寒雪夜 叫寒夜 然后来了三四个人 风雨夜 来七八个人 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 沐昕后来引用他这段号 对 然后就说这个 我弹起来 大家很高兴 他读嘛 他读他那个书稿 读了 大家听了高兴 然后也别无他意 写得太潇洒了 然后他后面其实还有 他写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 很潇洒的视野 那个就是说书人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他是一个文人 自己要当说书人 觉得过瘾 好玩 我来给你们说 我看过那个本子 就是讲武松的 说书的 忘了是谁的 我有哪可 真是累死人了 那个武松要去西门庆那里 那走几步路 就给你搞半天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后来好长好长 后来还没上 还在走几步楼梯 走那几步楼梯 都讲很多很多的 他要控制那个速度 你知道这个 这个像当年 明朝有这个说书的人 偶像级的人物 叫柳靖廷 柳麻子 这个明代 这个著名的文人张代 就记载 记载他 在今天没法想象 就说 我认为 就当年他讲水浒 还是讲 讲到一个 能讲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说 比如说 首先他描绘这个人 这明代 这个文人 文字水平之高 说是这个 这个面目 这个黎黑 那个字是不是念黎 就面目黎黑 叫土木行骸 悠悠乎乎 这个柳靖廷 就这么一个黑麻子过来 但是一说起书来啊 说是这个 说的整个全屋子里的人呢 那个瓦刚 都嗡嗡作响 就是讲 不过这个好像是北方的 比较特别特点 南方 南方也有 南方有吗 当然有 你广东 香港 我们广东南京就是啊 我们有古诗 广古啊 多不多啊 太多了 讲古啊 太多了 反正我今天看到 太多了 你到北京 出租车司机 整天开的最多的频道 就是在讲故事 消费买药 烈火金刚 或者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都是革命斗争故事 抗日的什么什么 但是他总是在听人说 那这到了到了上海 在香港就不会有 出租车司机听这些 他现在少了 其实听电台 听音乐 流行音乐 听八卦 听茶杯里的风波 但是他不听说书了 其实二三十年前 香港还是有 就叫做天空小说 就源自在后广州 站前广州的那些 那广播电台 像广播剧小说一样 那那个的来源 则是广东本来就有很多的说书人 而说书人也会唱 就是男音 你信不记得 你看一代中世里面 不是这个 陈志玲 陈志玲他开头 有点女像的 那个唱那一段 那就在男音 那叫男音 那叫说书呢 这个过去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中国人的全民的 你说叫教育 还是叫娱乐 就是说书 所以说书肯定曾经特别深的影响过中国人几乎一千 整个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 因为直到抗战的时候 中国四亿五千万人 识字的只有十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不是 那更不要讲以前了 所以那他们了解天下的事形成价值判断 形成各种各样的三观五观 对 全考数据 所以那天 所以水虎跟三国 是中国人最大的基点 所以那天这个文道不是讲说中国没有史诗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东西 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版权意识很有意思 这个作者很多最好的东西 你连是谁写的都看到 比如说水虎到底是不是施奈安 这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是吧 但是你可以理解成啊 他是这个这个千流归海 这个从很早时候开始就有人讲这个故事 讲武松啊 讲鲁智深啊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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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有文人整理 把这个民族无数个说书人讲的这个故事 他会会写润色 写成这么一部书 所以一直到今天的网上 我那天不是说了吗 你看国际新闻就是三国 你看国内新闻就是水虎 基本上今天网络网民对各种世界的看法 受水虎的影响是最大的 你看啊 这个这个玩古董的人啊 都爱说一个词 就是就就看一个东西啊 气息 就说气息对不对啊 我想起一个什么了 想起这个写新派武侠小说 这个金庸 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演讲 也被人骂 但是也有引起争议 就是他就说 他说这个狭义精神 在今天的这个中国 他开战狭义精神沦丧 说现在要是大街上有个流氓 欺负小姑娘 对吧 都不一定有人上去管 好 那么有人就批评他 说你这个话说的在今天这个社会叫不合时宜了 我们都是法治社会了 对吧 你你这个如果是高危险的情况下 你让我们去建议勇为 去救这个有警有警察 但是也有人说 说这些个反对者不了解金庸老师的意思 对吧 说即便是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说大街上有人欺负女孩子 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那么这个社会也很糟糕 我们的狭义精神现在主要通过网络出现 现在网络的比方说哪个女的在东北被关到太平间里 还有人说是人文观怀 狭义精神大家就来了嘛 嗯 啪追上去了嘛 嗯 小月月的事情 狭义精神就来 只是中国人的狭义精神就来的快 去的也快 很多就忘掉了 而且不付出司机的行动 而且同样这个狭义 他在网上非常义愤填膺 18个感叹号 现实生活当中 他可能躲开了 哎 就是人格是这样分离 而且这个狭义呢 他跟水浒传的那个狭义 是不是一回事 我也就觉得呢 不一样 今天金庸的武侠小说 讲的这个狭义哈 和我水浒传看到的 就是我的感觉 他气息不一样 水浒传里的那种东西是什么 我至今找不到一个好的语言形容 但我觉得跟今天金庸的这个 气息完全不一样 金庸讲的这个 反而比较像是求冉克 像是唐朝的那种 见识传习 见课传习 昆仑多是那些 从司马迁史记里面讲的 像郭姐是那种 经科 对 他比较像那个 聂政 言必信行必果 对 但水浒传截然不同 水浒传那帮人 是水浒对不对 水浒是什么 就是边缘 就是水的边缘 这帮人在天涯海角的地方 结在是因为他们无处容身 他为什么无处容身 你得看看这帮什么人物 我其实很喜欢李逵 但你看李逵什么人 他是动不动 就轮浮砍人 对 一杀就杀一片 但是说比武呢 你注意啊 你注意他们那些比武场面 你读十几遍 李逵武功不行 李逵武功不行 对 他是武功 又爱斗 又还得输 随便碰两个会摔跤的 不要接着就摔了 就把他干掉 对 所以你想想 而且都什么人 动不动 杀红了眼睛 就什么都不管了 然后那种反应莫名其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看牟中山先生的 写一个东西 我印象特别深 也是讲李逵的 他说 李逵呢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他们一帮人说 哎呀 把现在结了再安的家 把老人家送上来吧 对不对 搬上来 你记得这个吗 对对对 李逵说搬他妈上去吧 搬他妈给老虎吃了 给老虎吃了嘛 然后呢 你看我们都笑 这其实挺好笑 说当时呢 他上了去之后 众英雄都问 怎么了 那时候我妈 拜路上给老虎叼了吃了 你想想看 当时 我说他很细 他说当时那些人 什么反应 哄堂哈哈大笑 哎 你想想看 这帮什么人 我们正常状况 虽然是很好笑 对 所以那个状况 I'm so sorry 但是我们不敢笑 不会笑的出来 装装样子也得 但这帮人不装 所以牟中三说 这帮人是什么人 他说这帮人是真汉子 真汉子就直来直往 放纵性格 这叫禅宗境界 哎呀 这就是我的 不是 我的意思 就是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就发现 就说对于李逵 你很难理解 有一次呢 我在这个 已故诗 这个故城 他也讲水虎 你知道吗 哎 我得到一个启发 他就说啊 就刚才你讲 就李逵这个 他说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不见得是文化啊 是中国人情事故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是真性情 嗯 李逵是真性情 但是李逵的真性情也有他的基础 他跟宋江关系特别好啊 很多别的人不敢说的话 他跑出来说 他原因是他知道宋江是不会杀他的 很多次宋江都是觉得 我推下来 啊 大家说 大哥 最后 总之他都是违反军纪的 三大吉利八相 至于李逵是常常违反的 但是他跟张飞跟刘备的关系一样 他关 他跟上最高官员 他应挺宋江 他应挺宋江 他有限啊 你知道李逵 要不然的话 李逵 要是小李鬼的话 我怎么觉得你一下把李逵说成上海人了 哈哈哈哈 我是心里都算计的是吗 不是 他不是算计 其实他没有算计 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 那是真的 他是真性情 但他是真心 诚强三人性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吉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任务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归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所以我说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这个正义知识们 都怎么说 说就说说这些梁山好汉吧 是吧 这个他们大多数水浒人物身上都不具备人文精神 正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 使他们成为他人的地狱 你看除了诸童 除了诸童为小牙内被杀感到一点愧疚之外 许多好汉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说武松在鸳鸯楼把张独坚全家老小赶进杀绝之后 小孩都不放过 对居然没有丝毫自责 为杀人报复心安理得 李逵一辅一个排头而砍江去 只顾砍人 他只感觉爽快 像小孩打电子游戏一样快乐 至于法治精神 在水湖里边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不按程序和规则出牌 更多的时候 他们就是凭着哥们一起和金银贿赂来摆平 这两招不管用了 就诉出暴力 用拳头来说话 这谁写 你别看上去 这好像是一种很好笑的一种阅读 但它确实今天中国的现实 前几天我们讲到了那个红霞飞 我们说以黑打黑 就是这个程序 这个证据好不好 我后来就收到很多微博 很多人回上来就是说 叉叉的有没有法 没法就得这样反啊 你明白吗 所以我就说 今天的水浒精神 在这个小说里是非常伟大的 是作为数千年中国民众的想象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作为今天的网上的情绪啊 是的确有它另一面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情绪而已 就水浒战我们说影响大的 我常常想它到底影响什么 它影响到也是我们说话的方式 我们理解 它影响到对社会的基本看法 就是贪官 我们民众 贪官 我们民众就这么一个对立 政协这么一个对立 这个是对今天 对中国人 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想象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是 我刚才想说的是 它这个影响啊 就只是影响在这一层而已 它最本质的东西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且也不可能有影响 就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像刚才我讲的 就牟先生讲那个 这群人是一 不是一群社会人 对 他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 或者说在现实日常生活 他活不下去的人 这都是一群 这样的人比如说你 如果是一般正人君子啊 蒙中南说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也讲正义 也讲同情共感 但是呢 知道你妈死了 他无论如何 他也要得照顾一下 或怎么样 绝对不会这么笑的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能笑 你是多么的 这个人多直啊 他直来直往 这个程度啊 他不在社会内 这个禅宗六祖惠能 在这个六祖谭经里讲 就一颗执心事 就说OK怎么说 就是直心长 一个直一副 直度长 就说这个人呢 是直的 其实我在生活里啊 呃 见到过有这种色彩的人 我觉得这种人呢 大家都喜欢 很可爱 他身上啊 会有种种的缺点 但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一个公司里啊 大家都喜欢他 不会怪他 你要这么干 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 但我 我觉得他要那么干啊 就觉得 他是个直性子 但他就是这样的人 但我觉得你们好像在说李逵 说鲁智生 不是在说宋江 也不是在说吴用 宋江吴用很直吗 对 宋江了 是卢俊逸很直吗 最后整个这一百 一百多个人 他们最后是赵家的 众臣啊 他们最后是 都是赵家的鬼啊 这个 这个才是水浒的本质啊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最后 今天网上的无数的水浒 最后都是走这条路啊 这才是我的批判的地方 我觉得偏激了 我觉得水浒是怎么样的 水浒是这一百零八人 绝大部分都是像刚才那种 我说是 在要不然他不叫水浒了 就是一群在社会中的边缘人 他们 日常生活社会 我先讲完啊 日常社会有很多曲折 有很多规矩 他们呢 没办法曲折 但是他们的悲剧 这本小说是说些悲剧的理由 恰恰在于 最后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不见容于社会 要跑到一个角落 偏偏领袖他们的人 并不是这样的人 对啊 而领袖这样的人 带着他们去南征北逃 最后还都全都死光 那这才是一个最大的悲剧 就是说 本来这种人是很可爱 很可贵 虽然很残暴 但是他就不是一个社会人 但无奈到了最后 居然要走上这样的一个阶级 他是水浒里边的这些人 是有三部分组成的 你们刚才主要讲的一部分 就是他比较下层的这一部分 那是流氓无产者 就是比较值的 但是他另外还有一部分是 会武艺的财主 有很多都是一方的豪杰 就是那些财主 然后他们地位最高的是 敌军将领 降将 就是将军啊 就是原来的社会地位高的人 卢君义是代表 官胜什么都是 他们原来的地位高 他们一上山就占了非常高的地位 你要设身处地替武松 他们想想看 他们在山上的地位 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最后这支队伍 这个力量 是由那些人说的算 那为什么要那些人 就是因为掌权的宋江他们 他们觉得下面这些是草莽 这跟后来发生的 无数次农民起义 跟近现代的战争 都有相通的地方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就农民造反 他们开始的动机 跟这些军事行动 后来被谁操控 对最后对社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一条路 所以啊 就说这个水浒啊 是什么农民起义 是吧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单讲 一百单八将里头 有几个 什么贫农 有几个电农 有几个自耕农 是吧 他们大部分呢 都不是属于咱们说的 至少是开始上来的这些人 你可以说跟着他们的这些喽啰 是农民出身 但是你看历史记载 宋江啊 跟着他造反的大概是三十六人 但是后来在演艺小说里啊 这就说到徐老师这个阶级论了 他分成了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上 你看三十六是天上的 七十二是地下的 分的方法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到小说里面吧 说啊这祭坛很多人的道士啊 然后天上来了一个火球 火球啪立下来有一块石头 石头上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各级单位要是搞不定的话 就用这个方法吧 我就觉得这种神话传说呀 都挺有玄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有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一百丹八将确实谁跟谁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东西把它们连一块 就是义字 聚义聚义 义连在一起 要说这 还有一个词啊 叫风云忌讳 你就像徐老师说的 水火传一开头 说什么 这是天上的 一些什么天兵天将 还是神魔妖怪 好家伙 从什么地方放出来 就下事了 对吧 这种现象是挺 我觉得历史上啊 你有时候感觉啊 这个出这个人啊 真是一窝一窝的 你比方说 哎 今天的人就是说 好像他们家讲 就说长得这个模样 你都能看得出来 你看小布什 长得像个小偷 是吧 普京 长得是个什么鸟样子 就是 就这么一 但是你想上一代领导人 哎 咱们就不 咱从汉朝说起 你想当年 刘邦身边 就有萧和 韩信 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些人 项羽 那边有一拨人 哎 咱就说 这大家经常讲 就说当年 毛主席他们这一波 中共的领导人 哎 你就觉得 当时的人 民国的时候 那个平均身高啊 你见过 尤其是湖南 都那么点小个啊 你想突然出现 毛泽东 周恩来 哎 甚至是蒋中正 你看看那个照片 那个 那个 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呢 你知道吗 他们怎么就凑一块 哎 没有用 个子高没有用 但是最后我们靠着 登小皮 哎 对 就包括 梁山上 你看宋江个子不高 但是最后领头的是宋江 我正要讲的 就最后 哎 就是这一帮领导集体 当年过来的 哈 你看 最后剩下一个邓小平 他都是这么样的才能 这样的这个 这个 能够改天换地 哎 这个 我觉得 你的后随户随接班 你是 风云际会 你们看过后随户吧 浪子彦青 是 最后是彦青 是彦青 现在的研究说 彦青跟卢俊一是同心恋 哦 对 我听过这个讲 对不对 怪不得他 你看对李诗诗 彦青好像没有 李诗诗怎么能 一点都没有 而且那个 那个怪不得后来 卢俊一的老婆 一下就背叛他了 跟李贵去了 而且彦青 挨在身上那个纹身 还愿意脱光了 给李诗诗观赏 对 对吧 所以 但我想说回来 就是刚才你讲那套理论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注意 就是他的阶级出身 什么背景出身 跟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人格 类型的群体 是两码生 就所谓的上层社会 也会出现这种 不见容于社会的这种 遗法 比方说零存 比方说零存 然后呢 而这些人呢 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特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歧视度 西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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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楼